這個球在內野 三壘手又來處理 這個三壘車的飛球遭到接殺之後 這場比賽也告一段落 評酬的這一刻 忠信兄弟歡呼鼓舞 反觀統一師秉總則是神情凝重 因為系列賽面臨1比3 要是再輸一場 等於確定無緣打到總冠軍 現在已經落後了到被水一戰了 那上一次也差不多是這樣的狀況 希望後面三場的球賽裡面 我們可以逆轉 沒有退路的童一師 在第五戰將背水一戰 先發投手將派出Game2 拿下勝投的洋將勝騎士 而他在休息四天時間後 即將迎戰黃山軍 壓力不小 畢竟這回兄弟選擇派出的是 首戰拿下MVP的德寶拉掛帥出擊 盤點德寶拉過去 2021年也是在首戰上場 對上童一師先發8局 50分且多撒上頭 2022年同樣首戰上場 對上樂田桃園先發7局 20分多勝投 從紀錄來看 德寶拉是三度在台灣大賽 首戰先發 且都拿下勝投 成為終止史上第一人 每一場第一場比賽 都拿下勝率這件事 就是他覺得就是很開心 然後還有就是我一整年的努力 就是為了最後這幾場比賽 他也覺得每一隊 每個其他的球隊 一整年來努力都是為了 最後面這個總冠軍賽 世相對決成了關鍵一戰 全台棒球迷熱血關注 到底回歸主場的兄弟 能拿下總冠軍 還是背水一戰的統一失能 成功續命 今晚將見真章 大家新聞地方中心 台北報導